妳好 妳好 大家所看到的 我們現在人在桃園機場 但這個小妞呢 她只是來送雞的 我才要當司機欸 我要把妳載過來早上五點半 這一趟是我跟我朋友要去日本玩 所以我就想說也是可以記錄一下 欸 其實蠻緊張的 因為我第一次 第一次沒有妳我自己拍片 我不會單飛就靠這一隻 這一次我帶的包包是 BIGPLAY WONDERPEG的全境旅行背包 我會選擇它的原因是因為它是超輕量抗濕烈的面料 它背起來真的蠻輕的 我覺得雲雲選擇這個包包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它有一個私密貼身口袋 裡面可以放護照錢包 因為雲雲永遠出國 它的護照都在別人身上 它不會放在自己身上 因為它會不見 我這一次要放自己身上好嗎 對 因為妳跟朋友妳必須放自己身上 妳要長大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防潑水拉鍊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直接去向別人同一個平台的包包 所以大家自己注意把拉鍊拉好 就不會進水 再來是它的拉鍊是行李式的開法 就是 怎麼開法看給我看 就是妳可以全部展開 妳這樣找東西很方便 因為在機場很容易慌 它的拉鍊像行李箱那樣可以全開 整個拉到底 妳就可以找東西很方便 那妳是很愛吃小胖嗎 不是 這是我要帶去日本送朋友的 再來一點很重要是它是可以插在行李擦桿上 這個妳說重不重要 它這樣放的就是很方便 妳就不用飛得很重就直接放在這上面 現在早上時間六點半 我準備去check in了好不好 現在心情怎麼樣 現在心情很複雜 欸 我也很忐忑啊 我不知道妳拍出來會怎樣 然後我又不能玩到 我也沒辦法在旁邊幫妳說 哇 這個好漂亮 哇 這個好好吃 妳要加油 妳知道嗎 我現在是10月23號 日本才剛捷徑不久 就非常多的人耶 台灣人對日本是真愛 掰掰 到底是怎樣 幹嘛一直跟我講加油 我怕妳不會講口感 美 喔 好 好 這這這句要加油 掰掰 現在早上7點06分 我入關了 準備去等飛機 今天機場的人比我上次去韓國多很多耶 可能是因為台灣姐姐 大家都很知道 別不是我 好的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搭的飛機了 這次我搭的是新宇航空 我第一次搭新宇航空 所以也蠻期待的 看一下來自老母親的擔心 怎麼樣啊 欸 這個有辦法說什麼嗎 你要買什麼 講一講 直接講 吃正一點的保養品就好了 你總不能叫我用清爽型的嘛 掰掰 我們原本是8點半起飛 但我們現在8點38才開始登機 有抵樂了一下下 哇 走進空橋了 給大家看一下新航空的商務艙 現在應該坐進來了 我覺得位置跟滑航船差不多 可能有稍微帶那麼一咪咪咪吧 哈囉 我現在已經到日本了 我現在要出境 入境才對 入境 我現在拿到我的行李了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從下飛機到拿行李 大概就花了40分鐘左右 然後這次我是搭新宇航空 我在飛機上沒有一直錄影師 因為我的四周都是不認識的人 所以我就不敢拿起我的相機 怕搭到人家休息 不過現在呢 我就是成功到達日本 覺得呢 面對鏡頭是有點尷尬 因為尷尬不在 我平常就是長進的那一個 你要加油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要先從機場到新宿去 然後我再跟大家分享我們是怎麼搭的 GO 我們現在跟著這個鐵道的標示走到B1 然後我們要搭的是成田特快 我們現在在排隊買這個成田特快車 大家認明這個標示 N U X 我們就是按這個紅色的 然後按這個第一個 然後點 找我要去新宿 我買好票了 然後這個上面呢 就是我們要做的成田特快車的票 下面是他們所謂的西瓜卡 就有點類似我們台灣的悠遊卡 但我們剛剛只買了這個 然後進不來 然後那個人就跟我們說 要再買一張這個西瓜卡 所以我們就兩張都買 就進來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幾條線 我猜它這個是防止你跳跪 因為日本人真的是比較常會跳跪 哇升起來了 好酷喔 上車了 我覺得這個位置坐起來還蠻舒適的 不錯不錯 這個成田特快 我們大家大概一個小時 20分鐘就到達了新宿 現在我要先去飯店check in 我們還沒出站 我就看到一大堆甜點 天呢 我要瘋掉了喔 這次訂的是 新宿歌舞祭廳樓節酒店 來跟著我們一起上去看看吧 那這個酒店的東西 它沒有住在房間 但它就是說 你可以來拿 拿你自己要的份 到了 我們這次住六一室的 高高 超短超短 給大家看一下第一視角 哇 非常無敵之小喔 一眼望出到底 我覺得還好的是 一個行李箱是可以打得開的 廁所就是一個很日式很小的廁所 但是我覺得應該就是夠用 熱水服有 保險箱有 冰箱也有 OK 這邊有附電視耶 冷氣機 這一條小走道就是拿來放行李的地方啊 然後這邊還有一面鏡子 哈囉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訂一萬三千多七個晚上兩個人 所以等於說一個人台幣一個晚上不到一千塊 我覺得CP值算很高 因為它的地段蠻好的 這一間好像是蠻新的一個酒店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但是也不知道住下來怎麼樣 所以可能之後再跟大家更新 我今天其實沒有什麼行程 就是晚上我要去吃一間 我非常期待的餐廳 之前來然後我就覺得念念不忘 那個餐廳我是訂晚上八點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蠻大段的空檔 可以去Shopping 然後我就要拿出這個旅行用的托特包 它很方便 就是可以收納成小小的 把它打開來之後呢 它就像一個行李袋的概念一樣 給大家看一下 就會變成很大 裡面我覺得空間蠻夠齋的 所以我要帶著這個去裝我的戰略品 我沒看到這個影片一定想說 我又假借拍影片 然後在那邊亂買一堆東西 我告訴你 我就是要亂買 謝謝 我現在在歌舞寄廳裡面 我覺得日本的氣溫比韓國還要來得高一點點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冷 大家有沒有看到歌集啦 我跟你們講我原本想要住這一棟 但是它很早就賣光了 所以我就沒有訂到 放完行李的第一站嘛 這樣就是要來逛這一間啦 來日本怎麼可以不逛呢 這個超好用眼線筆 直接來補貨一波了啊 這樣換算下來才三四百台幣而已耶 它這裡總共有試乘 各種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它都有賣 因為剛剛那一間逛完我覺得 就是它賣的東西不夠多 所以我們就立馬Google 再找到了這一間 這一間來看一下 有沒有賣比較多一點東西的 有 音樂很厲害哦 美紅燈香香濕濕哦 來哦 十萬塊 有 這間完全不一樣了 很多 百塊我要封掉了 你們看 我剛剛是不是說要比價 剛剛那價是不是135 這邊九十九塊 這一間居然還有賣生鮮耶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到哪一區了 泡麵區給它買起來啊 下一區馬上來到了飲料區 好興奮哦 而且日本的牛奶好像比台灣的還要便宜 我今天其實已經算很熟練了好嗎 全乾 不要罵我的好嗎 這個是我是為了讓大家看一下 這袋子容量有多大 因為我如果不這樣子買的話 人家怎麼知道我這些東西裝不裝修 應該是你真的要小聲 應該是你真的會迷失給人家 還有空間耶 還可以再買耶 嘿 要不是沒有時間 不然趕乾 你就知道 我們買完東西回來了 我把東西放完之後呢 馬上又去吃晚餐了 吃晚餐我就只要帶這個 全境隨身小包 它就是很方便 就是一個鞋背包 然後我會把我的所有物品放在裡面 護照啊錢包那些重要的東西 它這個不僅可以單獨杯 也可以跟不同的WonderPack包組合 那大家就看自己的需求 也可以去我們的資訊欄看更多的資訊 現在我要準備去吃 我期待也久的晚餐了 走 帶大家一起去 到了 今天晚餐就是六個仙 我們現在坐進來 然後大家記得要來吃一定要先提前預約 如果你沒有預約的話 你非常有可能就吃不到了 然後我們再次選這個月之宴 那你預約的時候就要付款了 所以那時候就是要選好你要吃什麼 然後一點要注意的是 你如果預約好了 你一定要注意時間 因為如果你時間內沒有到的話 它會著收你好像50%的錢 所以這個自己都要注意 一開始它會先上一些基本的料 之後你就可以用iPad去點餐 它上面都有中文 所以大家不用怕 它肉類品項其實我是覺得蠻多的 就是很夠吃 然後海鮮就大概四五樣這樣子 它有這些韓式拌飯啊 還有一些蔬菜可以讓你煮 可以讓你烤 所以如果你吃膩的話 就可以點一些東西來烤 你們看超級豐盛 先來吃一塊牛舌 它有嘴頭在跟我的時候打電 好嫩好Q好juicy 現在來吃螃蟹肉 很鮮甜 龍蝦 很鮮肉很Q彈 非常新鮮 我覺得這個不用再額外加醬 它本身就有帶一點鹹鹹的味道 牛肉 哇超嫩的耶 嫩到皮 它都會先幫你把殼撬開 所以你就直接挖肉出來吃就可以了 這蟹腿肉也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泡菜也很好吃耶 酸味酸味都很夠 然後小辣好吃 很解膩 真的超好吃 超級超級好吃 這根本就是海鮮大餐吧 兩鍋並用 直接給它煮爆 我有一座螃蟹龍蝦山 要吃多少有多少 超讚的拼盤 什麼都有 牛舌 龍蝦 龍蝦 乾杯 螃蟹 螃蟹 蝦子 最後呢 它會送這個冰淇淋 我來吃吃看 我點的是orange的 是蠻解膩的啦 因為冰冰涼涼的 然後有一點點流程的味道 這個冰淇淋 不知道為什麼 越吃越好吃 可能是因為剛肉太膩了 所以就吃這個就覺得很順口 我現在吃完出來 總體來說 我很喜歡六哥鮮 因為我覺得它肉的品質很好 然後可以吃到飽 會超級爽 還有海鮮也超級爽 但因為我也不是什麼太專業的吃肉人士 就我自己覺得 它的肉質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但是因為它價錢也不便宜 所以大家都自己斟酌啦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下次是還會再來吃 現在呢 我要回去洗洗睡 因為明天早上很早的行程 大家就晚安 明天見 我看了我剛剛自己錄的片洞 我發現 我把人家的圍裙穿出來了 這不是我表姐恩才會幹的事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應該是因為今天太早起太累了 我現在要先上去華人家圍裙 我真的是被我自己嚇到了 對ог了 謝謝你 我就是